2021年,同學在年初時都會立校弘怨 同學就用一個非常率直的性格 就是照寫有理無理都掉了 那就錯了 這其實是關於part of speech 辭聖的問題 節目就快開始了 同學一會除了要專心上課之外 還要按info box to link WhatsApp我們拿回今集的課堂筆記 免費的 想跟我們繼續學習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按鈴鐺,每天準時收看 Hi 大家好,我是Grandma Nicola 又來到Grandma教Grandma的時間 不知道同學平時逛街 應該說疫情前逛街看電影吃飯 會不會留意到廣告slogan說些甚麼 但那裡的文化,如果同學深水清的話 是差一點點的 不明白?看例子吧 例如這個 大家都喜歡用的手機型號 蘋果 看看它的slogan think different 嗯…think是想 想…你現在形容你怎麼想 不是應該用後面負詞adverb的嗎 奇怪怪怪的…有甚麼方法 多看一看吧 subwee大家吃開的三文字 eat fresh 食新鮮的… 其實它漏了一個字 它漏了甚麼字 應該是eat fresh food 那你說為何他們錯文法的東西都拿出來 那別人不同 別人是神,做的東西是神跡 那同學在paper2照版轉 會把一樣的東西拿出來是甚麼? 是污漬 那我們今行就跟大家整整它 這個其實是關於part of speech 磁性的問題 一連四集我們就會跟大家說 part of speech 有名詞、動詞和形容詞 一意跟大家惡保磁性 現在立即下這個grandma文化湯 嗨,同學我們說詞聲 part of speech 話 好,同學先 你記得有多少的詞聲 太傷努力了 我們一起看board 有noun、名詞、adjective、形容詞、preposition 這個解詞、conjunction、連接詞、verb、動詞、 adverb、副詞、pronoun、代名詞、interjection 跟一些感嘆詞、grandma說話不會那麼長期 我們學東西而已,學重點而已 只有四個重點而已 noun、名詞、adjective、形容詞、verb、動詞、adverb、副詞 同學覺得最容易處理的就是這個adverb 因為它通常都是甚麼收尾 通常是ly收尾 先放下 adjective 呢? adjective 通常都是IVE 又或者是ABL 二收尾 都沒有問題 最常令同學混淆的是甚麼呢? 其實是這兩個 verb 和 noun 舉個例子 2021年 同學在年頭的時候 都會立校宏苑的滿腔熱血 說我今年要做到這件事 我今年要做到那件事 就用這個字決定 中文可以說我決定 我要下一個決定 第一個我決定的決定是個動詞 但是這個一個決定的決定是一個名詞 同學就用一個非常率直的性格 就是照寫有理無理都跌倒 那就錯了 你說怎樣可以搞搞他? grandma 沒問題 我們用powerpoint 看看 同學剛才跟我們翻譯了 我已經下了一個決定 我們說用design 這個字 究竟是怎樣才適合文法? 同學給我的答案就是 I made a decide 這個design 在中文的意思確實是決定 但是問題就在於它是一個動詞 verb 在前面你說我寫這個動詞不行 不是不行 但你前面用了一個A字 A 提醒我們後面要加一個名詞給他 你說grandma 我認識你 resolution 厲害了吧 這個願望 同學又不要這麼想不開 那為什麼呢? resolution 又長又沉 其實我們只需要在 decide 轉小小東西 就可以幫我們撿回靚句子 你說怎樣轉呢? A decide 我們名詞 英文通常會是sion 今次我們又試一下 但在加sion 之前 我們要拔走一些東西 要拔走這個de 所以變成了名詞的時候 它就會是decision 這個就是它的noun 整句就會變回合文法 I made a decision food stop 但是你又說 這個句子好像有點尋 grandma 其實你只是想說 你決定了一些東西 不如你直接把 decide keep住把它變成動詞 可以的 我們只需要將 I design 但是你一開始說 你做了一個決定 made 所以今次的 decide 我們都要將它加上d 表達過去你做了這個決定 I decided for stop 開心吧 但是 decide 這個字 不單止可以將它當verb 用 或者將它轉小小東西 變成noun 它還有多兩種可能性 那兩種可能性是甚麼 就是additive 和ever Let's take a look 第一個我們剛才就講解了 I decided 這個是verb verb即是動詞 I made a decision 這個decision 永遠是解作決定 但是它的詞性就不同了 這個是它的noun 即是名詞 第三和第四就是甚麼 Grandma I was decisive 同學想像一下 你走到一間餐廳 OK 你拿起它的menu 然後心想 哇 你這麼多選擇 只是頭盤 你都有五六個 我選不到 但是作為decisive的grandma 一開始就已經知道 自己要些甚麼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了 我們就會形容那個人 形容grandma 作為decisive 我需要不需要很多時間去想 不需要 即是說我份人非常果斷 所以decisive正正是 果斷的意思 既然是滴跌收尾 即是它的詞性會是 additive 中文呢 形容詞 去到最後了 我想形容grandma做決定的時候 很果斷的 我們可否仍然說 I decisive decided 那又不行 因為我們 副詞 才是來形容這個動詞 那你說怎樣將decisive 一個形容詞 變成副詞呢 方法是非常之簡單 只需要在它後面加回 ly 那你現在就可以完美演繹 這個 它做決定的時候 是非常之果斷的 I decisively decided 那這是甚麼詞性話 adverb 副詞 那副詞和形容詞有甚麼不同啊 形容詞是形容一個人的 而副詞是形容動作的 接著你就在問grandma ok 你的句子全部都這麼短 既然你說有不同詞性 那即是我可以將所有字 把在一個句子上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可能性了 同學你覺得 其實真的可以的 我們試一下去挑戰同學的智慧一起看看 I was decisive 我決定我以後都不會再做決定的了 明白一個字的詞性的美麗之處就是 你可以將它拍在同一個句子 演繹出一個多層次的思維 那還記得Decisive的part of speech 可以唱甚麼嗎 Additive Decidedly 它是形容動作的 你下這個動作 你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是非常果斷地的 所以這個會是everb What about decision S I O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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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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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 O N 啊 那最後呢 Not to decide OK 人生的完美 這個verb Alright So 我們現在了解了一個字的不同詞性 發展了不同可能的時候 同學就覺得有點累了 我們一起來休息 記住按下Info Box的連結 連結今天的課堂筆記 休息一會 我們再回來 Grammar教Grammar 在Reading卷 同學就經常在慎話 我不懂得做 尤其是對著題型 叫做Summary Close 填充題 即是拋爆頭 明明我都寫對答案 在文章上照抄出來 但老師說我漏了一個S 漏了一個D 這個正正在考同學的詞性 同學就不需要那麼頭痕 我們現在一起落PowPont 整整它 做Summary Close的題目 同學第一時間會做些甚麼呢 就是看了文章說甚麼 重要嘛 是嗎 但這個絕對不是重點 為甚麼 因為它考你辭聖 其實你更加應該會看了 第一步 這個答題簿的句子 在這裡看看 The suite on Japan Airlines Is Is 作為一個動詞 在is 後面我們會跟著甚麼 我們轉換例子想想 She is nice 我們會加一個形容詞給她 Additive 第一步我們猜完詞聲 之後我們才會回到 Reading Passage 去找它的意思 作為我們的第二步 這次我們都快到了2021年 所以介紹兩大方法給同學 如何去慶祝 第一個就是搭飛機 如何搭飛機 由東京飛到Honolulu 這個彈香山 Let's take a look 我們找完詞聲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找到一些重點字眼 甚麼重點字眼 譬如Sweet這個字 這個Sweet 似Sweet不同比Sweet Sweet解作座位 另一個重點字眼 就是Japan Airlines 叫做重點 即是它在提醒我們 在兩句 Food Stop 句內 究竟看哪一句 你會看前句還是後句 當然你會看後句 為甚麼 因為兩個重點字眼 都是在後面的句子 找完重點字眼之後 我們都不可以偷懶 都要理解一下它的意思 The Luxury Sweet Features are fully flat back Features這個字 其實是解作展示的意思 即是它後面在說甚麼 它在說一些細節給你聽 你會看到 這個 洞只有一條橫線 即是你只需要填一個字 細節我們可以首先 skip 先 skip 到哪個位 Bed 它裡面有床 還有些甚麼 Mattress and Pillows 又有皮 還有枕頭 最後還有些甚麼 還有一個完美 A Premium Dining Experience 我們可以由這裡 Features skip 到 Experience 我們所餘無幾 Gram 我們所餘甚麼 我們嘗試用黃色 加低它 The Luxury Suite 和For Japan Airlines Passenger 後面的資料 其實我們已經不需要了 為甚麼 因為它已經完全重疊了 Japan Airlines 我們要保留的資訊是甚麼 我們要保留 The Luxury Suite 問題就在於 我知道了 它想說座位 Luxury 是 好啊 對 但它給你一個Noun 我們要填甚麼 我們要填個Additive 所以這裡 考同學如何把一個Noun 變成一個Additive 那怎樣變成一個Additive 我們只需要拔走Y 然後加Ious Luxurious OK So 我寫它這裡 Luxurious 整句的意思就非常清晰 The Suite on Japan Airlines is Luxurious 這個在日本航空的座位 是非常豪華的 為甚麼要由日本飛到潭香山 因為它們中間有時差 同學可以順便慶祝 兩次2021年 Ready的話 我們試試離開地球 為甚麼啊 第二個方法想介紹給同學的 就是Orbit d'Ai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好像很多生字一樣 絕對不是 Orbit 你環繞地球 你怎樣才可以環繞地球 當然你在太空才可以環繞地球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正正是國際太空總處 話說24小時 足夠環繞地球 你猜 16次 你可以慶祝2021年16次 也挺划算的 還記得我們做Summer Week Clothes 第一步是甚麼 不是看 Pessage 而是看答題簿 You can beat your new year by spacefaring You can 還記得Can作為我們的modal verb 它是一個寄生蟲 只能依附在其他的verb身上 所以這裡我們會知道填一個動詞 但這個動詞需要加singed 又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給他一個 甚麼都不變的動詞 這樣就可以了 找完part of speech 之後 我們又要找甚麼 重點字眼 但不行 Grandma 不用的 你看 這裡又是一句 這裡又是一句 甚麼重點字眼 我們就要開始有一個女射眼 New Year Space Faring 我們先試一下 Space Faring 這個字 你會見到 在文章那裡已經很快出了 Fulfill your spacefaring fantasy 我知道 Grandma Fulfill Fulfill 代表滿足 即是一個動詞 我們填下去試試試 You can fulfill your new year 你可以滿足你的慾望 亦可以滿足你的幻想 但你不能滿足你的新年 除非新年只不過是你的幻想 你就可以滿足 這裡的意思又怪怪的 我們嘗試不要fulfill 嘗試其他可能性 Fulfill your spacefaring fantasy and hitch a ride 即是說 入國人來 就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齊搭車 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搭去這個國際太空重柱 for joining multiple new year 另一個重點字眼出現 New year celebration 所以其實我們想表達的意思 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去慶祝新年 透過去環繞地球 我們得出來的意思 應該是要表達 celebration 或者是慶祝 但是在文章上 再次出現一個困難 這個是noun 我們要填什麼呢 我們要填verb給他 那怎樣將一個noun 變成一個verb呢 我們就透過拔走他的ion 如果是加了ion的話 通常他的verb 是就這樣把它轉回到e 那就OK了 寫下去就是celebrate 所以整個句子會是 You can celebrate your new year by spacefaring Nice, right? OK 你說這個在原則上確實是可行的 但是實際上呢 怎樣去太空啊? 睡覺嗎? 不是的 在美國太空總署 他在前排就宣佈了 他會歡迎這個太空旅遊業 我們又可以看看這一則的新聞 還記得第一步做summary clause 要做什麼嗎? 我們會看答題簿 There was an bee from NASA that it welcomed space tourism 跟剛才遇到的狀況一樣 我們都要是 想回這個洞填什麼字 and 後面當然是填一個名詞 noun 但是這個noun有特別 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它不是a? 它是an的原因 因為它的字頭要是aeiou 寫在這裡提醒自己 那個字頭應該是aeiou的 然後重點字眼 Grandma 是的 NASA 看看NASA這個字吧 NAS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open the orbiting station for space tourism 你會見到dat後面的句子 其實它的意思已經重複了 在我們原本的答題簿 它會開放太空站 去給這個太空旅遊 那就是它歡迎這個太空旅遊 我們剩下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呢? NASA announce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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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一定是重複了 不需要再次去表達的了 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是announce 但是它是verb來的 而且是past tense 我們怎樣將一個verb 變成一個noun呢? 我們可以加ment 但是首先要拔掉它的d字 所以這裡 there was an announcement 我們再想確認 究竟這個是不是真是答案呢? 還記得為什麼是n不是對嗎? 因為它要是aeiou開頭 Perfect 所以there was an announcement from NASA that it welcome space tourism 偷偷的同學可以在這個info box 按下連結 可以whatsapp 我們拿回今集的課堂筆記 偷偷再回來 跳你無病 我不介意沒有結果 但我介意自己沒有試過 相信自己 就算沒有人相信你 認定問題 升級導師為你解答 立即下載Snap Ask Hai 又來到挑你無病的時間 咦 乖 孫海婷 上次教你追男生 追成怎樣? 唉 不要提了 Grandma 2021 我已經找到一些新目標 那些男生的東西 我不搞那麼多了 這個 是不是就是你的目標? 你真是挺好硬 Grandma 我以為你老了 所以我特地寫得很大石給你看 我寫了新年的五大願望 是 你知道我真的 我想學一些港女 很喜歡在Instagram 倒數新年的時候 就會寫下自己的什麼 新生願 新的願望 如果用英文寫 就更加壓力 但你知道我英文很廢 所以我先寫稿 讓你看看 OK 我才投 是 有多好 第一是說 I don't want alone 第二是 I want Beautiful 第三是 健康 第四是 成功 第五是 世界和平 我打算 是啊 巴羅萬尤 什麼都齊 這個宏願是很好的 但表達就 文化單少少 我們一起落Powpoint 整理它 好 看看你的新年願望 第一個是甚麼 I don't want alone 這個確實是宏願 但Alone為甚麼 孤單 孤單的 的 即是它的詞聲是甚麼 你說這個的 就算是形容詞 哦 形容詞 不可以直接跟在 Want後面 我們好像要加兩隻字 給它 即是我不想孤單一人 我不想 好 多給你一個字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有多好 寫一寫 這個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即是漂亮了 第二個願望 關於你想變漂亮 是啊 I want beautiful 這個我想是同一個問題 I want to be I want to be beautiful 但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說 我想要美貌 美貌的名詞 是不是beauty 如果我把它改為 I want beauty 這樣就不行了 海婷有多好 有獎盡有獎盡 試試將它改 但是意思會不會很怪計 意思會不同 I want beauty 就是你希望你的世界是粉紅色 I want to be beautiful 純粹是你自己很漂亮 你自己是粉紅色 哦 我就是怕人們 得錯了我的新年願望 就以為我想要一個美女 Beauty and the beast 如果我把它改為美貌 是不是就不太適當 表達的意思不同 我覺得你也是揭穿原本的意思 I want to be beautiful 比較好的 OK 這個一踢一踢 I want to be beautiful Nice 第三個願望 我記得關於健康事 因為疫情關係 對嗎 聖誕派對也搞不成 新年倒數也搞不成 當然健康很重要 Healthy這個字我都會用 是不是很厲害 來試試 那又是挺好的 Healthy is important 但Healthy這個好像是健康的 又是adjective adjective我們不會再放在前面的 Burr 你剛才說過 通常的Y字尾 那些就是形容詞 是 我應該拔走了Y 是不是就搞定 可以 這是第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變成 Health 這個字我都聽過 那就是名詞 非常之好 健康是很重要的 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 Grandma教路 其實我們可以保持這個adjective 在前面 還記得adjective之前 我們會用什麼動詞 to be to be OK 但這次好像不要那麼類聚好一點 be healthy be healthy 差一點 差點什麼呢 差點什麼 動詞放在句子的 being being very good 好 好 嘩 馬上升級了 馬上升級了 Being healthy is important 這個意思更加突出 就是我們健康是最重要的 OK 下一個健康之後 就會帶來你的成功 I want to success success這個字 確實用得挺好的 對 先 to 後面我們會跟著什麼 詞性的字 通常 名詞 名詞 但是還記得我們剛才說 I don't want to alone be be 是一個什麼詞性的字 它是一個verb 它是一個verb 我們呢 to後面通常會跟一個verb 即是下一步我們要做的東西 就是把success這個 noun 變成一個verb 這個有點難 但我相信你的 算你 successful 我聽過 是 到底你可以將它變成 我知道了 第一個就是 I want to be successful 可以非常之好 然後它第二個詞性 我真的想不到 它叫做succeed 我試試串一下 好 好 我聽你的說是否有d的呢 我聽你的說 嗯 實施 這樣 有挺好的 但我想問一個e還是兩個e 兩個e 兩個e 為什麼呢 因為成功是非常之easy 兩個e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e 嘩 這麼厲害的 你 這個方法好記 好記 太好了 我覺得這個字 應該很多同學都會存錯 經常都會 是的 所以我們說 I want to 我們可以把它改為 be succeed succeed 或者be successful 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去到最後了 世界和平 I wish happy for everyone 你也挺喜歡將一些 形容詞 做一些挺隨心的配搭 有什麼問題 我們經常說 I wish you happy new year I wish you happy new year 也是的 Happy new year 其實是一個名詞 即是提醒你 你要將happy變成一個 其實是一個名詞 對 即是 這裡又加不到那個a I wish you happy for everyone 乖乖的 它的名詞 我猜一下 應該都是這樣的 給你一個 hint sad 就是將它變成名詞 sadness happy happiness 啊 very nice 但y呢 y呢 我們會將它變成 I I 跟著就NESS NESS very good 啊 OK I wish happiness for everyone 哇 完全是深受感動 開聽 你終於生性了 進步了 完全是突飛萬盡 不過呢 話說我也有些問題 又有問題 是的 就是呢 我不是說 想成功 想成功的第一步 作為學生 當然要做一下功課 你知道假期 反而是最多功課做的時候 是的 所以呢 老師要我們寫一些假期的diary 我寫了一篇diary 又打算讓你看看 好啊 講一下我的2020的最後一個星期 是怎樣度過 哇 你真的開始發訓了 一起看看 我竟然會做功課 是的 那就是我的日記 其實也不算日記 應該算是週記 是嗎 是的 那就是說 my last week in 2020 嗯 嗯 unfortunately 哇 這個字我都會用 unfortunate unfortunate 是說 不幸 不幸 不幸又是不錯 好啊 接著你會說 because of class suspension I did not meet my friend at school today 喂 後面的句子 先給你一個踢 但是前面差一點 你想形容整件事 是非常之不幸地發生的嘛 那地親的話 它是告訴你 是additive 還是adverb adverb adverb 那就是什麼收尾 L-Y 直接加回L-Y 但又有一個問題 它是否又要抹走它呢 這個你就想多了 乖 乖 可以照結的 照結 再不是多繩一個字 我們除了用unfortunately 我們還可以把它變成alas 有時候腹磁都挺狡猾 狡猾在於 其實它不是L-Y收尾 但它也是腹磁的磁性 那L-Y收尾 為甚麼呢 都是不幸地 不幸地 非常之好 這個字真是 考試有用的 即是考試出過的這個字 好 好 那你記住這個字 不過我覺得如果給我 就這樣看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甚麼磁性 有時候有些古惑字 我們真的要用多一點時間去記 來下一個週記 對 因為停課就見不到朋友 所以我就留在家 玩SimCity Everyday During Christmas I was happy Because I willing to play 因為我很喜歡玩 所以我很開心 每天都玩 你對老師 真的挺坦白的 海婷 我都說我直場直途 會轉彎目角 有兩個給你 間低提提 Everyday 你是想說每一天 是嗎 就是Everyday 是 但是如果你把Everyday 黏起來 它就成為了一個 親愛的形容詞 每天的 那你是想說每天地 是嗎 所以簡單一點來說 黏起來就是adjective 我們把它分開 就變成了 Effert Very nice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黏起來和分開 是有分別的 好 那我們今次 其實有一個 比較容易記的方法 因為你分開 day仍然是 noun的意思 名詞 日子 那名詞前面會配什麼呢 形容詞 非常之好 那麼合起來就不會是一個 adjective 那麼合起來就會是一個 Effert 非常好 所以我們看到兩個字 它就會是一個 Effert 如果是貼上一個字 就會是 adjective There you go 好 然後繼續看我第二句 我很開心 因為我villing villing這個字 我特意不知從哪裡抄回來的 我知道villing 好像是warn 所以I want to play it 和I willing to play 應該是同樣意思的 那為什麼你不寫 I want to play it 文法即時適合 我想要 展示一下 calli 跟著你那麼久 還要用warn 這些dile字 你也沒有臉 Grandma 啊 那也是 但是villing 我們要整理它 因為villing 這個字 雖然ing 壽味 但其實它不是一個動詞 它是一個 形容詞 所以又是一個形容詞 我們前面又要加一個動詞 我們要加什麼 b轉為m 因為i I am willing I am willing 非常好 我想問這個 是說last week in 2020 即是過去了 過去了還用m 是呀 was I was willing 差點忘記了tance 非常好 我們由始至終 都是說過去的事情 所以我會keep it past tense 接著 就說關於我媽媽 即是你媳婦 我媳婦做什麼 你媳婦也知道 她跟你經常不合 所以我決定在你面前說 不是說你壞話 她就說 my mom 即是我媽媽 was confident that I did not do my assignment 她很肯定我沒有做任何功課 是 所以她很生氣 她就拿走了我的PS blog 我都覺得我媳婦 寫得無緣無故就發怒 都不知道什麼事 你都覺得她不合理 是嗎 是呀 是呀 不過這裡就沒問題 我剛剛說 但是你寫的時候 表達好像 she my mom was confident confidence de 收尾的字 其實是一個名詞 nown 其實你想說她很有自信 很肯定的意思 應該用一個形容詞好一點 my mom was 將ce 弄走她 變成什麼 confident 我聽過這個詞 confident my mom was confident that I did not do my assignment 唉 我有空跟媳婦去教育一番 是呀 不應該拿走你的PS4 應該拿完之後給我 是嗎 你會玩PS4 媽媽非常之間的 OK 是不是到最後一班了 是呀 what was more frustrating 這個字我懂得用 真是厲害 為甚麼呢 The Scrating 令我最 覺得彷徨無助的事 就是 she even used me as free labor 當我是阿四 哇 這又挺有智慧 是不是也挺壞的 你的媳婦真是 and order me to go to the convenience store to buy some mask 那幫她買一些口罩 我叫我去七仔幫她 凱婷孫了 我最近好像沒有什麼口罩 你會不會考慮幫媽媽 我的腳痛 你問你媳婦拿吧 他這麼喜歡洗我工作 哎呀 我最近好像樓下也有一間便利店 但是似便利店不同比便利店 這個convenient store 這個是additive的意思 我覺得很合理 這個是便利的店 但便利店其實是一個正式的名稱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特意給它一個additive 我們就keep it noun 名詞 那就已經OK了 剛剛那個convenient就en之味 那就轉成ence 這個也是一樣 我猜我們拔走什麼字呢 又是 將t變成ce 你嘗試後convenient store 作為便利店去買口罩 哇呦 真是 那你有多乖 有聽到我媳婦說話 沒辦法了 那他臨走之前還要你做什麼 OK before I came home 回家之前 他就emphasis 這個字我特意在字典裡抄出來 即是強調 強調我 即是很長氣 對 I should sanitize my hand 要消毒隻手 那他真的很煩 真的是一個符碼 emphasis 這個字確實是漂亮的字 但emphasis sisi 其實是一個noun 來的 我們這次是想說 這個動作 那我們應該把emphasis 變成一個動詞 emphasize emphasize 什麼時候發生的話 是過去 所以我給D 非常之好 Nice so before I came home she emphasized that I should sanitize my hand 那你有沒有試錄相殺 有 有都幾好 那 Grandma 我現在很仇 怎麼辦 又不用那麼仇 我們一連四集 除了今集之外 還會跟大家去繼續 握補名詞 動詞 以及應用詞 一次過幫你握補齒性 好嗎 好 想跟我更加深入地學英文 每月給380元 就可以任看英文全部教學影片 加多500元 還可以幫你upgrade到中英素通識等等 全科影片任看 每月每科還保證有8堂 舊片都可以隨時重溫 按info box 小鈴 whatsapp 我們拿回今集的課堂筆記 在whatsapp上打試堂 中松里免費DSE 奪升課程一堂 之前記得追蹤 Grandma的IG 下星期一約定理 繼續 Grandma教Grandma 我不介意沒有答案 但我介意自己沒有問過 相信自己 就算沒有人相信你 加油 拍下問題 星級導師為你解答 立即下載SnapAsk 並不及她的 選擇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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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